电视剧年喜攻略 如果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一个像是复查皇后一样的妻子,绝对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了,都知道乾隆皇帝愣愣愣无,单单是为了复查皇后,就写了敬拜首诗,足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于复查皇后的喜爱,在宫廷之中,可以为皇上生下个儿子,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但是乾隆对待复查皇后的态度却是大不相同,即使是复查皇后没有为自己在下子嗣,他同样是偏爱复查皇后,也有的人说乾隆就是比较的花心,对于复查皇后的爱,也只是形式主义,如果真的是深爱的话,又怎么会妻妾成群呢? 在剧中乾隆就给出了答案,自己是帝王,一切都是无奈之举,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那蓝纯雪,就是在影片的一开始,因为耳朵上的三权被入选的那个,后来也是争权夺势,但是据史书记载,那蓝纯雪是一个美女,家境条件也比较好,十大题, 在进宫以后就被封为淑妃,不能说十分的受宠,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在众多的妃嫔之中,唯独他一人的牌子被翻掉了漆,不得不重新做一个,看来受宠和翻牌子还是不可以相起并论的,乾隆皇帝一生一共有妃嫔,四十一人,唯独他那蓝雪纯一人的牌子被翻掉了漆,不得不重新做一个,这件事情说明了, 见龙皇帝还是比较喜欢让他来试信的,要不怎么会这么平凡的翻他的牌子呢?还有就是那蓝纯雪当时的年龄比较小,身材较小,慢尿多姿,他从小受家庭的教育,多才多艺,直直大方,会讲话,会讨强龙皇帝的欢心,所以还会被平凡的翻牌子,这在当时勾心斗角,拿后宫也是非常成功的,但是,后宫毕竟是非常成功的。 非常地凶险,那蓝雪纯在宫中十年代下一次,但是却早早地夭折,失去孩子的母亲整天郁郁挂欢,最后直接就疯了,同时自己不再年轻,失去皇帝的宠爱,最后孤独而死,实在是人满心。 对不起。 对不起!